七月進口車掛牌數公布 精品休旅闖出頭 監理站公布七月進口車掛牌數 前十名中休旅車多達七台 都會運動休旅TOTA ROV4 2000多部的銷量 領先群雄得第一 三台豪華運動休旅 也有不錯表現 最吸睛的是其中有三部精品休旅 成功開拓市場 新CX5內裝簡潔大方 創造出屬於自身風格的工藝 銷量逐漸走向高峰穩定 新TiKON科技感十足 用R-Line性能包裝行銷 是Volkswagen在台銷售的王牌 CHR內裝細緻度雖然不是極好 但能吸引目光 原廠開放供貨量 應該是它能大幅成長的原因 副刊棟新聞報導